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遇到这种下法呢 白旗首先可以不这么去出击 那下法是非常多的 比方说分头 这个是沿下最常见的一个下法 那这个下法我们要好好讲一讲 为什么现在孔杰这番旗还没有分头了 你分头他比方走这个 飞住 拆二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下法了 你如果下这个 他压 这个挡住非常严厉 由于这个黑旗 刚才第七手下了一步很小的地方 你这个段就绝对的不成立了 这样白旗是杀不过黑旗的气了 他这个位置非常近 那么白旗是很难出逃 这个是跑不出去 这个是杀起起来是白旗 应该是没有把握 所以说呢 这个旗 分头被黑旗一飞的时候 打成这个样子 白旗呢 比较南下 正常的还是要走到这个地方 只要这个地方也没有断 那么黑旗将来可以撑起来 有了这个十二跳起来呢 这个边上这个拆边的这个幅度呢 显得就还是比较合适了 所以说这个是现在 很多旗手走这个七 这个小一点的这个下法的一个好处 但是有好处就有他不好的地方 所以说万物都是要有两面性 由于这个小了一步呢 对右边的这个作战呢 这个黑旗是有利了 但是左边就显得空虚 所以说现在通过研究啊 这个白旗下出了这个二权高架 看上这一步还是比较厉害的一步棋 因为他们这两位棋手呢 孔杰和邱俊 应该说是同一批进国家队的 他们两个是知己知彼 而且都是排在前几位的优秀棋手 孔杰是排在第二位等级分 邱俊呢是排在第七位 所以说他们对这个现代流行的下巴 和各式各样的这个应对方法呢 应该是了如指掌 现在黑旗下出了这个非常罕见的这个飞 从这步棋来看呢 我认为黑旗呢 已经有一点点不好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如果普通的下巴 这么跳起来肯定是不太好的 那么白旗甚至还可以把它头飞住 那你再弯过头来 这就有点怪模怪样的样子了 这个是 那么白旗甚至可以震头 总之这个黑旗比较慢 但是也不思维一个普通的下巴 但是黑旗可能不太满意 所以说下出了这个飞 这个穿向眼的这种下巴 那么还有一句下巴 就地安根 这个也是经常采取的一种策略 因为在自己比较薄弱的时候呢 薄弱的时候要赶快做活 这个是明智之举 那么白旗会这么下 立下来 这样下呢 这个黑旗也是一种考虑方法 那么白旗要搬 黑旗就可以反搬出去 你要退 那他再扶住 像这样 这个白旗 二线高加只被撞伤了 所以说白旗也不是很好下 那么你如果要跳 他就要顶你 这样跳出去 或者黑旗搬出去 好像白旗也不是说特别的理想 因为这个黑旗一旦出头 白旗加工 黑旗这颗纸呢 就显得很薄了 所以说 现在呢 这样的下巴 对白旗就作战非常不利 因为这一颗纸 适当力薄 跟黑旗这么多纸 打起战外 肯定是打不赢的 那么怎么办呢 白旗这个时候 就应该放弃脚步的一些小力 而要取得联络 比方说 这个你压过来 压过来是很厚实的下巴 他要继续长 我甚至还可以把他接上 你要吃掉这颗纸呢 非常小 那么白旗获得了先手 他比方说可以在上面扩张 在左下一代呢 暂时告一段落 由于黑旗的指的位置呢 都比较低 也不是很恰当 所以说白旗损失 这一点点实地 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心疼的 正因为如此呢 这个黑旗下出了这一步 这个相步 那下相步呢 要特别小心 最要注意的 当然是这个穿向眼 那么高手也怕穿向眼 不是说低手怕 高手也一样的怕 因为这样 一下就把它分断了 那我们就要看一看 这个如果这么分断了 黑旗迈出了这么大一个破绽 可不可怕呢 冲 这是必然的 如果这么冲下来 他一般 黑旗记住了 这个一般是单拐 为什么呢 他将来留有力下来 所以说白旗这个虎 显得很着急 黑旗管 白旗管 像这样呢 白旗得实地 黑旗得外势 比方说 把这个连成一片 这样的下法 好坏难论 因为白旗的左下角的相当大 有二十好几目 那么黑旗的模样很大 具体 谁好 那要看谁的力量大 像这样 我感觉 我感觉白旗好像也还是可以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刚才没有讲的 不能随手去扳他 这一扳呢 就是帮忙 一扳他正好一虎 你再接 那么黑旗就形成了后手 等于管了一个二路下来 那白旗可以拖先去奔头了 这样黑旗肯定是非常的失败 所以说要保留变化 担管 这个是正常的下法 但是刚才说了 像这样呢 不满意 这个白旗好像有点大 所以说我们得改进改进 当白旗穿的时候 黑旗极有可能先在这个334一下应手 这个是一个高级战法 我们下旗一定不要 老随着对手的思路 好 这一穿向眼 你好像必须要穿 冲下来 这个好像是第一反应 但是往往第一反应 有时候不见得是最正确的 我们迂回一下 白旗肯定是要挡 然后再改成这样冲 我们看看效果如何呢 白旗如果还是要这样 那么黑旗 暂时可以不拐了 那拐可能也有先手味道 暂时可以不拐了 那么脚上的将来呢 这个地方就有一些鱼味 是吧 我们就可能会形成一个打结之类的 这个形状 白旗脚不空虚 这样 黑旗呢 就明显比刚才要好得多 走成这样 黑旗肯定也是先连成一片 这白旗留有隐患 所以说这个正确的下法呢 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要先点脚 走成这样 那么白旗这个时候 虎字可能就不太恰当了 那他可能会把这个吃掉 但是走成这样 那就两样了 一个将来黑旗可能 将来可能拐一个 你接一个 拐一下 可能会走成这样 这样黑旗会更厚一点点 因为这个二路拐 基本上变成先手了 因为吃掉很怕 所以说这个效果应该比刚才要强一些 考虑到刚才这个 川湘年要被黑旗点33 所以说白旗没有这么下 而是选择了直接冲断 这个下法呢 也可以说是双方必然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黑旗也有散生的可能性 为什么有这个可能性 比方说他先点一下 如果白旗硬一手 黑旗就搬住 或者是退到这 这样当然就防止了这个冲断 这个也不实为一种下法 如果像这样 似乎还可以 因为这个白旗呢 逃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可能还要去撞张 右边 把黑旗挑出去 这样感觉白旗 似乎不是太理想 所以说这一比 飞点呢 也是一种常用手段 当然呢 像这样 可能 这个白旗就应该有一些反击手段 比方说这种冲断 可能就显得比较严厉 如果黑旗只能这么打出去的话 那白旗你看把那颗子这么舒服的夹住 然后再出逃 那黑旗七里拐弯出去的五个子呢 显得就非常重 这样白旗的旗行显然是要好得多 所以说呢 这个飞点也有一定的担心 会遭到白旗 左边的冲转 这个时候又不能退了 你再退一下再冲过来 这样显然也不太合适 你爬这个 白旗有个扳的好手 你看既方真子 右方挡死 走成这样 那么白旗可以先都打你 跳下去 这个好像应该是说注重大旗的意思 那也不排除 我们看看 先飞脚 先飞脚 真皮做眼 也是经常看见的一种下法 如果白旗要尖到这呢 显然黑旗是便宜的 黑旗比方说再跳下来 这种就会好一些 甚至于这个时候 我们经常看见的旗行 是怎么下呢 是要靠 因为当自己有一排子的时候呢 自己的力量 黑旗的力量就比较大 这个时候就要跟他贴身战 贴身战 这个就跟打架一样 这个你的指多 力量就大 就跟你的块大一样 你就要跟他两个 去抱在一块摔跤 这个旗也一样 你就要跟他领在一块 你如果躲着他 你的优势就显不出来了 反而会显得很笨子 现在这个旗就是如此 乱这么 把他一打就打成一团了 黑旗再一虎 就形成了一个整形 这样呢 像这样应该是黑旗不错 将来这个角上要被搜刮 比方说 我们打个比方说 还要分头 那么黑旗立下来呢 有线索味道 你搞不好还要跟着硬 那黑旗很舒服啊 黑旗很快就会出头了 已经获得了安定 所以说 这个旗呢 一飞的时候 黑旗飞脚的时候 白旗不能轻易跟着他硬 因为你硬就吃亏 黑旗这个时候就舍得这么去靠了 那么当他飞的时候 白旗就会很亲临的出去 放一尽脚 那么白旗会把这个头拐住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白旗把旗子走到了左上方 变得非常的厚实 那这个时候黑旗要出头也很困难 这个头很难出去 所以说 这个黑旗捞掉脚呢 不是特别的大 我们知道 在布局阶段 都是要尽量把旗下到外面 这个脚 就是说 也不是想象那么大 因为外面太厚了 这样有可能会形成大模样 所以说呢 黑旗才这么跳了一步 当然这个跳也不排除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靠 也是一种下法 只不过呢 他少交换 一个这个飞 如果像这样 那这个时候白旗肯定是要 毫不犹豫的把这个子跳下来 这个损失就比较大 就算黑旗力道 那么这个白旗的脚就比较完整了 这样呢 再跟黑旗一看一看 这样黑旗可能也不适合一种手段 比方说黑旗再挂过来 再去飞一下 那黑旗获得先走 应该是可以考虑的 比方说跳起来 然后加一手 那么黑旗再补一手 这样也是一盘平平淡淡的一盘旗 实际上这个跳呢 我觉得还真有一点松的感觉 那么肯定白旗跳下去 做活了 那黑旗还得出头 这样黑旗落了后手 白旗还抢先走着了这个大路 所以说从这个结果来看呢 我认为是白旗稍微好下一点点 跳出来 那是必然的 这个头不能再被震进去了 而且是几乎是先走 白旗要 黑旗这个时候小跳 那下法吗 当然是很多的 那有些同学很着急 那飞起来啊 你要攻击他 老师常说的要飞高一点 控机能为大 同时又能对他威胁大一点 那是在自己没有弱旗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就凑白旗的靠出去 白旗趁机借劲跑出去 你要一走 他没法就压过来了 你还要再退 咱们就下的简单一点 不就把黑旗给关在里边了吗 只要是被闷在里边 那黑旗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 虽然不会死啊 但是我们下围旗不是说为了活旗而下围旗 而是为了活得舒服而下的 对不对 所以说要怎么舒服呢 那肯定要走出去才舒服了 是不是 外边空间那么大 多舒服了 你在底下再去苦活 打个地方这样东撞西撞的 那这个活的就肯定很痛苦了 所以说这个就不予考虑 那么黑旗不退 他搬呢 搬他一退 黑旗露出了一个断点 如果他要这么走 白旗这么一虎 下的次序下的好一点 还可以先拖一下 下的好一点 还可以先拖一下 他得挡住的话就打 这个白旗 调子就太好了 这个调子太好了 是不是 这个沾探也行 就算直接打出去 这个黑旗呢 同样是很苦 被封进去了 这次打个比方 这个感觉黑旗也是比较难占的 所以说黑旗呢 不敢惹白旗 小跳一手 跳 这是为了把黑旗的形状给刺坏一点 给自身留出更好的空间 如果黑旗普通到街上 那么白旗就会这么小猴子脸 飞出去 白旗很顺畅的就出去了 纵观下半盘 我们经常在下布局的时候 也随时要行事判断 是吧 我们下旗 和随时随地都在做行事判断 怎么判断呢 这个旗盘是正方形的 可以说是 有上下左右 现在呢 我们看看 上边脸和白旗和黑白旗啊 都是星位 应该说是一样的 那么主要旗子都集中在下边 那么我们就在下边比 看谁的空多 或者谁厚和薄 那就可以判断出一个优劣 那么先看白旗左下角 感觉有十来目左右的空 还是应该有的 那跟黑旗的右下角比 那显然这黑旗这个角 好像要小一点点啊 因为这个白旗有拖三章啊 这黑旗好像只有几目旗 那么中间两块旗 黑旗两块 白旗两块 好像都没什么目 就打一平手 那么白旗的空显然是要 好像要多一点 那这个时候 黑旗还得逃跑 那么白旗 实际上也 将来想做活的 我们都打 反正就跳 你跳我跳 我们打个比方 白旗陪着你黑旗跳 他没有不高兴的 跳到天边去 那都没有目了 那黑旗拿什么去贴木迎旗呢 说说黑旗 这样单纯的跳 就不太满意 正因为如此了 黑旗就要想办法了 我们骑手下旗 他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下的不舒服了 你还要这么下去吗 你总是要想点办法 想点折 看能不能 这个把对方的轻轻 搞坏一点 出于这种目的和想法 那么实战就下出这个反点 至少是干扰了他的思路 无论让他这么舒服的就跑了 对不起 这个旗咱们要搞 令不清 你这么舒服出去了 我黑旗怎么办了 反点他一下 那白旗普通吗 当然是沾了 那这个时候黑旗再沾 你白旗怎么办了 这个时候就只有从这冲了 我黑旗就算 就算退 甚至还可以搬 这个旗完全有可能搬住了 这个白旗就 就有点 有点搞不清楚了 你这么走 他把你打进去 就形成杀戏 即使黑旗 死掉了 我们退一万步说 即使黑旗死掉了 他也是属于身得伟大 死得光荣 那你爸吃的他比较大 是吧 他等会到处给你搞事 你要吃他 将来杰材有利的时候 是不是甚至还能这么 搬进去 你不能惹他 就吃了十几目 你看黑旗上面 右上一堵墙 比方说再把这个连起来 黑旗的模样相当大 白旗就吃了这几个杆子 并不说很理想 这是我们简单判断一下 我们要随时学会气质 所以说白旗呢 他好像觉得这样 有点不太舒服 拖一下 这个是死 也可以说是 牵手便宜一下 然后再打 打到这儿呢 比较顽强 黑旗还是会接上 白旗选择了这个顶着下 打 这个是必然的 这个顺手打他一下 这个不要怕 白旗反打下来 这个反打下来 首先这个 这打结就看不清楚 为什么这么说 打看不清楚 因为这个结真打起来了 黑旗这个结材 首先也很凶 也很凶 就算不这么打结 放在这儿 这个白旗也是 感觉也是心筋肉跳的 比方说沾上呢 还沾上 反照过来 非常看不清楚 这个也是 白旗也很头疼 你冲它就跳 你端不了它 然后白旗这个旗 自身不活 你又杀不了黑旗 黑旗在这儿 应该反冲出去 所以说 这个白旗呢 一般情况下 是不敢这么打的 街上必然 黑旗虎 虎这种 好像不可思议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个旗 当然是街市最凶的 一个木树多 同时呢 好像白旗跑出去 也没那么舒服了 但是 这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白旗可以先转一手 可以去吃到这儿的时候呢 白旗先斩 是拖先了 将来随时打都是先手 为什么说要先断 而不是先打呢 这个 但先挡也可以 只不过就有点卖味道 这是专业骑手 一种感觉 一个 黑旗不一定 肯定沾 将来有可能被人家疯到这儿 你再吃的时候 有可能变小 这是其一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我就算现在 现在可能是要沾很大 但是你再跑出去的时候呢 将来这个头 我们打个比方 就要差一点点了 单头的时候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我断 他走 比方我还是像这样 将来白旗一立 下立的时候 就变成决先了 所以说这样白旗会有一些 选择 有一些便宜 所以说我们要保留变化 那么为什么要说先断 那不断呢 不断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 生虫了 你不走就生虫了 比方说你一走 好 他再一爬 你挡住就被他掀手便宜了 现在他就掀手便宜 你再断了 他打到这儿来了 被他爬到了 白旗的眼位就不好了 虽然这个是非常小的地方 但是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关系到双方的绅士 那么先断 白旗打这儿的时候 黑旗打这儿的时候呢 白旗就会立一下 这个时候就肯走了 将来一旦想坐眼的时候 需要立的时候 将来还会有铺 黑旗的关子就会受损了 是不是啊 这是以后的啊 虽然说比较遥远 但是我们还是要为未来做好这个计划 将来就有可能发生这些情况 所以说黑旗这些都已经看到了 这些就是职业起手 通过平常的研究和总结 总结出了这些经验 郑老师今天就把这些经验呢 告诉了你们 你们将来有机会 就会运用到这个自己的对局当中 黑旗火到这儿 一个好处就是 一断一断肯定断不到 我就爬你了 这白旗就亏 你说不断我挡 挡了他肯定不理你了 你看你走到这儿还正舒服 黑旗这个虎比刚才鸡还好 将来这个立业先手 那么多先手 这个当然是黑旗满意了 是吧 黑旗在补一手 所以说黑旗这个虎 现在就已经看出了他的目的 是不让白旗在这个二路先手 便宜他 那白旗便宜不到了 对对方都不让你这么便宜 你也就别想了 那就出去呗 这个出去就比较舒服 他现在可以靠到这儿出去 黑旗来爬 像这个二路呢 它是四小十大 黑旗因为不知道下哪儿了 像这种地方也比较迷惑 你说你怎么下呢 你跟着他搬 那黑旗这四个子怎么办呢 不好走 所以说 不好走的时候 就把白旗的眼给破掉 自身呢也增加一点小木 白旗 冲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关键 如果白旗就是闷着头往上跑 那么黑旗藏这个要冲断 你要不要走 黑旗从底下溜过了 别看这个从二路跑过去 好像是不太好 目数不多 但是联络的就是胜利 这叫做胜利大逃亡 或者是叫胜利会师了 白旗反而一个人跑到外面 无趣了 那可能还得求联络 可能还得这种求联络 你看走不着木 那黑旗好歹这个二路 还有几木旗啊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白旗呢 不是特别的满意 而且黑旗还不一定这么漏 不一定这么马上就要过去了 他还很出头了 随时留了一个后门 那多方便了 我想回家就回家 而你白旗找不到家 所以说 这个黑旗爬了目的就是说 把白旗的窝给端了 自身想留有后门 哎 他的想法还是很很美好的 白旗所以说要冲断他 不想让黑旗在二路再长 这个时候你 你再长就没有意思了 对不对 这个是黑白旗立下来 所以说 实际上要搬 他从底下搬过 我们看 如果正常的下法 比方说我们经常 应用到一个双骨 然后白旗一般就活了 除非你加进去 但加进去有风险 至少是一个打结 对不对 这是个打结 白旗就有 留有活旗 黑旗当然心有不甘 就不能让他活那么舒服 那黑旗还想回去了 那白旗怎么能答应他呢 肯定一般 但是黑旗被顶得好 顶他一下 难为一下白旗 白旗这个时候呢 不敢打 打他有这个恰当 这个很烦人 那对于连通了 这个吃不掉 你要这么走呢 还一提 这个白旗也很危险啊 这样就很危险了 打一下 这小肩过来 白旗气不是很长 黑旗外边有四五气了 这气比较长 如果你跑出去的话 那就辛苦了 如果白旗这么跑 那黑旗再跑出去 白旗两面作战 这有点手忙脚乱啊 这个至少是非常看不清楚 白旗忍 这个时候如果他还想 非常执着的要过去 那就差多了啊 这个要差很多 扑他一下 扑他一下呢 黑旗这个气就短了 这个虽然还是类似 但是情况不一样了 再断他一下 抖一下 他收不住 收不住气了 这样 黑旗就只有四气 说到黑旗只有四气 而白旗的气很长 你收不进去 这个气 黑旗就气 正好差一口 那你同学们 回头可以去计算一下 这是白旗气三 所以说黑旗没办法 只有街上 被白旗给吃到外边了 像这样 当然是白旗舒服了 白旗旗活了 头也出去了 那现在可以说是爽边了 再说这 像这样 由于下方中间位置的 这一串黑旗呢 没有完全连路 相对于它就比较薄 而白旗基本上都是活旗 所以说全局是白旗稍厚 那黑旗的目数呢 倒还不算特别落后 但是毕竟旗有薄旗 随时有可能 到白旗的反攻 所以说现在呢 好像白旗还是比较好 比较不错 当然了 这个行词还算早 还不是说黑旗就不行了 这个时候 这个小飞 是比较少见的 我们常见的都是大飞 这个旗活相信很多同学都会的 这个大飞嘛 跑得快啊 是不是啊 很有道理 而且也是常用的一种下巴 如果它再来顶 逼住我 那白旗很容易处理了 比方拖一下 你要走 就算你爬到了 这爬到可能还有点危险 还可以倒爬 这样白旗肯定舒服 是不是啊 这样太舒服了 但是 黑旗不会这么下 如果要这么下 当然了 它下到这儿 这么小了 那黑旗就不会去逼宫它了 黑旗会走 比方说这种飞 把它跳起来 凶一点还可以甚至逼过去 就不离 本来就不想逼你了 总是这样 一走嘛 我就 把手起来 这个黑旗就 就很大 你搬这个就无所谓 黑旗可得可不走啊 或者逼了这 这个期间 黑旗可以提前先顶一下 比较好 我认为 可以先顶它一下 然后再来 就是最佳的词区 你如果要压缩它一下 你再走这个 将来黑旗是可以飞的 现在也可以拖鞋 这个白旗扳头的架子 一个变小 同时呢 由于这个是大飞 将来黑旗还可以跳 你看这个也很烦人啊 黑旗 跳跳 顶顶 扳一扳 再飞回来 有没有发现 黑旗上面又变胖了啊 而白旗都这么瘦 在右边都爬了四个二路 两个三路 一个撒扳头 这个好像是二指头扳住 扳住没怎么用啊 这个白旗没怎么弄 所以说 我们要根据铲合 来下棋 白旗的小飞 他是为什么了 为了强调下一手扳头很大 我们再打个比方 算一下 区别一下啊 比方说还是像这样 那这个扳二指头是不是就讨厌了 首先黑旗右上得不点印了 这个扳下来 白旗右边的木树也变大多了 所以说这个 可以说是有点吃不消 黑旗呢 选择这个逼住他 白旗 这个是硬手 这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手段了 那多数情况是沾上 要立 不要立下去呢 由于这边有碰有或者是逼住 底下都有一些借用 黑旗呢 行其不自在 所以说经常是沾上 下得干净一点 让白旗 渡过 他是先想坐眼 单纯的逃跑呢 太无趣 先捞一票 然后再逃跑 黑旗没给他机会 振头 但是白旗不怕 这有先还爬一下 然后再钻出来 由于白旗 右下方呢 他是两个眼分圆了 很容易就连回家 所以说当然白旗不怕了 先把空挠走再说 黑旗这个是决心 然后 还是得围上面 这个时候呢 他围的比较高 为什么不走低的呢 手低的 由于 这是多少手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不到手术了 由于这个黑旗呢 左上有这个正头 正白旗头的这颗纸 所以说 黑旗觉得这样比较低 将来 白旗一正头 黑旗就扁了 所以说他不愿意下人这样啊 而下人这个高的 对中央 他是有一点想法啊 跳脚 这个是很大的 不跳的话 极有可能黑旗 待会有可能点33 都有可能的 黑旗再来 天这次 这手其实我认为是有问题 说非你是绝对的先手 否则呢 别致找无趣啊 正常 白旗在刚才在右上已经跳下了以后呢 黑旗显得很空虚 正常当然是要补一手了 这是第一杆 你这么宽不补 那白旗还不打进来啊 所以说 黑旗应该补一手 那么白旗要压我就退位 退无所谓 你再跳我就 高兴硬就跟你硬一个 不高兴硬你 我连你都懒得理你 比方我去抢这个 啊 这些都很大 实在呢 他这个尖 就我认为有一点小问题 白旗是为了 先出出头啊 为什么这么挤呢 因为 右边黑旗已经很厚了 这个白旗就要去 开卡拉油 或者是跟他站在他便宜 如果你只是这么普通的逃跑 那正如黑医院 黑旗就一跳 你再靠回去啊 那黑旗不就 变大了吗 上面 变强了 他再这么补起来 那黑旗就 他认为 就便宜了一点 所以说白旗 挤到这 那黑旗必须要走 藏起来 白旗断好旗 那断了以后呢 将来这个尖 随时是决先 就有一只眼了 脚上还藏有半只眼 所以说白旗是 留有火旗 为什么说这样断好呢 如果你要脱先 比方说 如实战的打入 那黑旗会颠到这 就要白旗的命 白旗虽然有可能疯狂出逃啊 但是这个被抄了后路 这个可能跑出去也够呛了 就这个意思 这个关键是跑出去也很难受啊 一眼没了 所以说 这个区要先断他一下 黑旗再也没法走到那个地方了 白旗这个打入是好走 刚才黑旗胆敢脱先 那肯定要给他好好的惩罚 趁机闭一下啊 这样加强一下脚上 这个碰呢 看似这个有点难懂 好像很多东西 莫名其妙觉得 干嘛这儿去碰一个 好像有点病似的 这个初初看了确实是毛病不小 为什么这儿碰 拿到旗魄 我觉得有点犯疑 怎么那儿碰一个呢 第一干嘛 总是逃跑 那白旗跟着你逃跑 我们看看 你再逃跑 他把你这几个大龙给关起来了啊 要让你大龙作严 那黑旗还不痛苦死了 所以说黑旗比较难办 直接跑呢 是要被白旗反封锁住 所以说他不愿意 他想就地做活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下一周 白旗呢 如果把它吃掉 黑旗是常有一些手段的 由于上面厚了以后 还要点进来 他主要是为了这些做准备的 你比方说接上 黑旗有延弃的好手 白旗只好把它沾上 黑旗就把脚给掏准 这个白旗就很讨厌了 虽然还有活旗的手段啊 在双方 白旗也有妙色 逆 下一个要拖进去啊 黑旗要护住 白旗一爬 对也很巧妙啊 但是呢 各有所获啊 白旗吃掉一颗黑旗 但是呢 白旗一左下角 这个大肥脚没了 刚才 后来如实战补了一手呢 白旗接近二十目 现在还被黑旗捞走七目旗 他觉得有点冤枉 我们比较一下啊 实战 实战白旗看破了他的意图 不住 四五啊 六目旗 十六加旗的 刚才取得到七目 就是十三目还是相当的大啊 黑旗币 再把他吃掉 这个应急 我们学习一招 先 大一阵 扫这手 就去搬 那 又顶回去了 对 啊 搬 虽然白旗 这下子好像 上不西掉 但是 左上 刺着一下 他损 白旗 我说 非 招得了 而且又转战了 好 好 在 这个时候 二是 好 不像我们在故局间段的时候 这么去走一个 那被黑旗一党是不是有点像是撞墙去了 确实有这种感觉 但是 我们已经下到了中后盘了啊 因为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了 如果按平平常常的拆一 这个时候你还这么 牛牛捏捏 羞羞气气了 那黑旗就会不客气了 那都是我的了啊 这个时候我再跳起来 黑旗是不是变大了 那白旗还本而不是很大 就拆了一个小一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抢空的时候就不要扭扭捏捏了 能进去多少就进去多少 我进一步 你就退一步 你看看这个白旗都完完整 多饱满啊 当然了 我们还要看看一些手段 哎 我们经常运用的一种潜水艇 这个在很多时候也很管用啊 这黑旗空大 我跑到他们家里边去了 那不是更好 如果下成这样 岂不是更好 在白旗怎么 怎么会拐呢 对啊 白旗可以掀了 白旗站完了 那我黑旗还活不活 所以说 作为白旗来说 不要四次好事都想那么好 你也要想到一点危险 那么白 白旗就这么走了 你想想办法 现在同学们也要想想办法 他这么进来了 能让他轻易得逞吗 能不能阻止他 让他留下来呢 肯定不能让他轻而易举的 就潜入到我的空里边来 这是必然的一种选择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 如果这么走 黑旗 一一反击 不要 不要说是 不让他走 就是这么来 这么留得下来吗 不是把对方留下来 而是把自己留下来了 黑旗反召不测 所以说旗不是这么下的 我们的目标 不要盯着对方移动的这个子 他一来你就盯着他 往往你是说不住的 是不是 你要移开他的目标 要迂回他 就跟我们打仗一样 要撤撤击他 从侧面去 或者是超他的后路 这个碰 就是超他的后路 你来你的 我来我的 我直接就把你弄断 你来搬 对不起 你就没完没了了 跟你 简单一点的是这么来 白旗留下来了 复杂一点 那我还要缠了 这是不是就更复杂了 我把你的大肥脚给断了 这个白旗是有点 可能有点吃不消了 你打我就单弯 单弯 这个黑旗 应该是不错的 白旗很难办 这个脚没了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实际呢 这不拆二 可以说是就是 恰如其分的下法 既 推进了 同时呢 又不冒进 这是双方可以接受的 结果 可以出来拖一眼 拐 白旗再跳出来 这样白旗捞的空 还是非常多 上 左上的一个角 都有接近二十分的夹子 不到一点 这个 左上和左下 应该都有十六目以上 加起来就有三十多目 那全局呢 还有几块小的 白旗还有三块小的 每一块呢 有个十五目齐 这个怎么加起来也有十几目 再加上三十多目 那四十好几目 那黑旗的空 我们看看 右下 二十多一点 上边 十来目 三十多 左边 左上一点 最多不到十目 也就四十来目齐 现在这么看呢 黑旗的目数是明显不足 所以说黑旗必须要想点办法 这是闹纠纷的一种手段 白旗千万不要去 这么去扳他了 他要亲命的挣扎 这下白旗收不住手了 对他闹事成功 对他这种 来闹事 一般说来呢 都要你让他三分 不要跟他纠缠 一个是行事好 二一个对方 都这么气势汹汹的来了 多半对方就是有备而来 避其锋芒 黑旗没什么了不起 黑旗加强了以后呢 运行冲断 这是没有办法了 逼白旗做活 这样呢 黑旗把希望寄托一 上方 中央的这一带 看能不能沉点空 好 将来有机会 还能把姐打赢 但是 这个时候打赢的 反而不见得好 有时候 打得痛快 待会儿 痛苦的就在后边 就算你打赢了 这个鞋一般算 算黑旗打赢 但是呢 你比方说去走 当被白旗反冲出来了时候呢 黑旗的气反而变得更紧 将来这种反断 弄得黑旗怪乎乎了 这个旗行恶劣 这个不爽了 已经 将来这种家 关子也来了 首先呢 旗行也不爽 虽然是有一个结 但是打结嘛 这个白旗在黑旗的势力范围内闹事 所以说是白来的 黑旗不要去打他 先尖 这个呢 假装有一点味道 必须要补上 飞一个 这个旗 要攻击白旗 由于白旗没有活特别干净 白旗反靠 反而也是为了整形作严 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比较强烈 你如果这么打了 正好黑旗压过来 啊 他就便宜了 这样当然很爽了啊 黑旗很舒服 这个旗你就吃不死他 你就搬他 你要离杀 黑旗还远了 黑旗这个旗很容易做活了 如果他傻一点 他就这么顶 你还能把他杀了吗 这个地方也架不进来了 加了就把你吃了就完了 这个就白旗就死掉了啊 所以说黑旗呢 下面实际上没有生死问题 只不过是 有可能被搜刮而已 白旗要靠 再退 这样黑旗冲过去就很困难 不好冲过去了 只好尖啊 这样呢 吃了小一点 白旗这个捞捞关子 黑旗没办法啊 这种旗不敢轻盈立下去了 这个是味道恶极了 叫做 因为白旗肯定要在中间闹你的事了 这个你怎么能保证 这个就能吃得住白旗啊 比方说他这种闹 你也是很难的 总之这个旗啊 这个味道有点有点恶 应该是不太好弄的啊 这是一种办法 他还不见得这样 我看看 可能还会有些别的办法 比方说压过去之类的啊 这有可能更凶 这个就算你打赢了 但是你还是得补旗啊 小先或者扳头 这旗你不能脱先 你比方脱先 那白旗会有一个妙手 靠到这 这个是妙手 一接他就把你打断了 那这就简单出起了 这黑旗就 就被击溃了 你这个没地方下来 走到这 你走 他就冲出去了 这就 已经有点麻烦了啊 这是一个呢 这个黑旗已经变小 这是旗一 那将来走的时候 你变小了吧 同时他这还可以 那就可以气掉 这个黑旗 这是算还算围得不错的 但是呢 也都是有限的 所以说黑旗不敢把这个味道 弄那么坏 算了 那这个黑旗都是味道 所以就味道啊 跳这个就变成先手了 逼他度过 刚才已经讲过 主度是没有前途的 反而给黑旗沉目了 他度过呢 目数很小 这白旗还是给黑旗 这个 让他走得很小 再缓步进入 黑旗依然是形势不太有力 中复他觉得不好围了 干脆不围了 我 改为 站边控 但是白旗一跳 你看黑旗忙碌半天也没围出几目 从这个 从这个好像有点无趣似的啊 很小 厚实 第一步是厚实 这才吃了七目旗 同时白旗提了以后 白旗还得了一目 这也就走了一个六目旗 没什么了不起 这步旗下的不错 黑旗呢 本想是先手填一下 你无论是接上或者跳啊 或者比方这样 那么黑旗再来围 或者贴过去 他就围的舒服一点啊 围的完整一些 或者 但是这个白旗很狡猾 或者是很聪明 我不单纯去补他 补他意义不太大 我翻在上面要得木 同时呢 也是深远这个段 还贴进去 这个让黑旗很恼火啊 黑旗冲 这冲断当然是很响的 能把它断下来 当然是很舒服的 但是呢 下到这儿就不敢了 我们看 看看为什么不敢啊 如果他敢出手 那么黑旗 这儿的味道 相当的热 这个旗已经有旗了啊 你就算藏这个 你贴过去 再打一下 那是不是已经贴不贵了 所以说很容易就把它吃掉了啊 这个旗冲是不行的 只能补回 那么 还先是拉回来 可能不敢要 不要两个字 还是可以要 要不要的话 可能还是有点大 这样要呢 就是上面亏一点 这个被它吃掉 但是中辅白旗已经破得很舒服 所以说 这个亏的不是很大 现在黑旗也冲不断它 就是双叫吃啊 还得围 像这样 黑旗已经是没什么太大机会啊 我们看看黑旗最忙活的中央 实际上最终啊 没有维除几目旗 这样肯定是不能取胜 像这样 这个后面小关子 我就不摆了啊 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朋友们看看有没有什么 这番对这番题 有没有什么疑问啊 或者一些问题啊 可以给郑老师说一说 我们 看有问题就提提问啊 有没有什么疑问啊 这个东西 我记得我们开始那边 就这样 有没有什么疑问啊 我记得 那就是 这个东西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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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个 南销友有问题吗 六十四手 我看一下 六十四小飞 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个小飞和大飞 邓老师刚才重点讲过的 那个小飞 是在这个场合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大飞变得不着急了 而且你大飞的时候 将来会遭到黑棋125跳 黑棋还有可能扩张 你来晚了没听到 这个可能是后进来的一些同学吧 那就这样 因为这段题呢 没有看到的同学 那就最好不要提问了 因为你们很多都没看到 都是我们这个班的 对十来位同学呢 你们可以提提问 好不好 好 要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问题 我们就抓紧时间 我们准备掉第二盘去破了 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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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呢 就准备讲这个 第二局 因为这个棋头是三番正负啊 第一盘秋军在失利的情况下呢 第二盘就显得非常关键了 如果再输 那就提前就结束了 当然很多同学已经知道了结果 这盘七是孔节之黑 好 白七下出了一个铜形 可以去挂 这些都很平常 关键是这一步 第七步反挂呢 实际上也是职业棋手 经常采用的一种布局策略 为什么说这个七挂 就非常特别 这也是我们同学 要经常学习的一种方法 对于这个一间低加 对于这个一间低加 我们这些学生呢 同学很多就是啊 除了这个点角 这个点角当然太简单了 好像学了几天的人都会 但是这么点角 那就太过意简单化 不是说不能下 然后白七就有可能守住这个角 这也是一盘棋 但是它比较平淡 好 说到这一句 水平稍微高一点了 那说不定还有一个板加 像这样 同样黑气也是落了后手 被白七站住这个单关脚 感觉了白七还是不错了 那就很多同学会问了 那点角也不行 板加也这么一回事 那我跳起来怎么样呢 跳起来 这个呢是一个损控的下法 而且是在没有配合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这么选择 就说黑七没有好配合的时候 你比方这样走 那白七首先还可以这样 撑起来 那黑七忙活了半天 忙活了什么呢 就忙活一个自身的厚皮 很薄的一个皮 说不定还要补住 那白七的控制捞得非常的足 黑七这个后卫不发挥 就没有办法 所以说 这个黑七刚才说的 跳起来和点角 以及双飞燕返家 都是属于非常普通的一种下法 而且黑七都极有可能落后手 我们知道 这个落后手呢 在布局是非常忌讳的 谁都想争得先手 实际上呢 这个挂 它有它的好处 我们看看它是什么用力呢 如果你是小坚 那么 这个黑七首先可以这样 再照住你的时候 白七还能这么下吗 显然是不能了 这样被压住了 痛苦之急 这个期白七特别痛苦 所以说这个期 黑七是提前 做了一个准备 让白七很难撤退 所以说白七首先不能小间 那么 考虑加过来 是可以说是必然的一手 那么怎么加 就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是紧尽的加住了 这个布局呢 大家可以学习它的 这个基本下法 这个呢 但是你要了解它的实质 黑七脱脚 有段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局部定式 还没有 像这里 我说什么 这个 因此 两个 白棋这个一间加上的时候 黑棋只能这么去分段 那显然是不成功的 白棋藏出来 黑棋三块棋都崩溃掉了 所以说 这个 黑棋是不能 这么走的 而只能如实战的吃住 抱吃住 不给对方太多的借用 白棋粘住 虽然白棋特别厚 但是黑棋就获得了宝贵的先手 看这个小脚 目数不大 但是毕竟是把白棋的脚 变成了我黑棋的脚 而且是获得了先手 当然黑棋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那么回过头来 再把这个脚点了 就不错 这个时候呢 就千万不要玩什么花活了 刚才孙老师说了 这个反家 双费燕 当然了 还要压到这儿 你当然高兴了 特别是还要走到这儿 你更高兴 这小一点 再过来 那白棋不是厚上加厚了吗 这么好的事 哪能让那个黑棋斗战呢 所以说你要 这么反 说 黑棋如果要这么双飞燕过来的时候 白棋必然是要下反击 比方说尖三三 白棋太厚 黑棋的作战呢 是比较担心的 所以说 黑棋选择这个简单的点脚 这黑棋有个什么好处呢 左边的两个脚本来都是白棋的 而现在呢 完全就掉了一个个 变成了黑棋了 现在四只脚都变成黑棋了 所以说黑棋呢 比较舒服 但是并不说白棋就不能下了 这样的下方呢 也是很常见的 多数棋手呢 可能会选择挂小木之类的啊 低挂和高挂之类的 当然黑棋可能会夹击啊 这个下方又是很 这个是很正常的 比方说它夹击或者三天低加 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下方 白棋再飞 长 走 比方说还有这种下方 这个是最流行的下方 我们顺着再摆一摆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一个常见定式 白棋飞是好手 黑棋监是妙手 这个防止了自己被切断 好 那就是说比较简明的一种下方了 黑棋获得四个脚 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那么白棋刚才说了 这个多数情况下是要这么去挂小木的 挂小木呢 一般说来是比较舒服的 那大家对于黑棋来说 下方也很多 有一些别的 我认为呢 什么地方夹 小木开始挂过来 然后寻求作战 比方说这样呢 也是要寻作战 跟他乱战 利用左边 白棋的这个后卫背景 来跟黑棋作战 寻求 寻求机会 实在呢 白棋非常的 这个 奇怪 去挂了一个心位 这个是比较罕见的 那黑棋下了一个跳 这个跳 这个跳的运用 大家一定要掌握哈 这个跳和小飞 小飞呢 是守时币 同时又比较消 而实在这个跳 而实在这个跳 到白棋 到白棋 在黑棋跳 除 同时 那我们走小飞 那白棋搞不好 掉过头来 就有可能又挂小木 他挂一下 说不定还 还得到了便宜 所以说 黑棋 是考虑到这些因素 选择 选择这个跳 白棋走这个 这个超大飞 在此 此时呢 我觉得不是太好 还是应该选择这个 小飞 拆二 这个普通 如果这么走 那么再慢慢来 比方说 来去继续扩张 自己的模样 这个是一个 一排漫长的布局 三次四这首 起来 有点不太好 这是我的一种想法 一种认识 但是呢 可能他当时对局的时候 考虑到 这个因素 可能比较多吧 他下出了这个实战 这个也是经过 他深思熟虑的 他可能认为 这个格局 如果普普通通的下 普通的下法呢 他觉得 不太好下 所以说 产生了 这个三次四的这种 很怪的一些想法 直接挂掉 是可能可以考虑的 再挂过来 再挂过来 但是这个时候 黑棋就有可能 去强攻 上面那个 但是这样 也可以 白棋再来 再来下别的 一些地方 比方说 这个 飞鸭 或者是 比方说 飞鸭之类的 这些啊 这个挂脚 我觉得还是应该挂 挂他这个 小木的脚啊 这个实在 他这么下 是不太好的 让黑棋 守了一个脚 现在黑棋 这个 全局呢 四只脚都被 白 黑棋 占到了 而且黑棋 非常坚实 而白棋 太虚了 太飘 实在 又去攻 这个脚 这个也是 有点 让子 去的 下法了 黑棋 这个下法呢 我觉得有点 白棋 怪怪的 总觉得 好像有点 不是很好 攻黑棋 但是确实 也不知道 如何是好了 黑棋 这个鸭 很好 这一虎 黑棋呢 想就地 做活 整形 白棋 这个时候 有几种下法 一个立下来 那么 黑棋 就把这颗子 吃住 那白棋 好像显得无趣 而且这个地方 非还变得 特别紧迫 黑棋 可以靠住他 搬的时候 可以退 接上的时候呢 先逼攻他 比方走几个 再把这个挡住 通过这样 简单的下法呢 这个白棋 是明显不好 所以说白棋 不肯 立下去 还粘到这 强行的 跟他作战 如果这个时候 黑棋 保守一点了 也可以选择 这样 这样实际上 我觉得黑棋 也是黑棋好 你走这个 有什么意思呢 白棋 是吧 这个白 白棋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个黑棋 搞得 不会下了 已经啊 我觉得是蛮好的啊 但是恐惧下的 更积极 他直接就把它断了 白棋 当然是不肯死了 定下来 黑棋 黑棋这个作战 是相当有利 这种场野 是怪怪的 但是好像 他不跟先手 又不行 正常吗 肯定是退一个了 退一个 这个骑行就有点怪了 退一个的话 非他一跳 这个 倒也不一定吃得死 但是呢 总是不舒服 你退到后面 他甚至 他已经嫌疑了 他再靠开了 都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黑棋把头伸到出来 然后自己的脚又活了 白棋一无所获 可能也是 这盘棋呢 下到这儿 我觉得邱俊 已经有点失常态了 他下了 最长一个是 极先手 抢极先手 再坚出来 这样强行作战 总有点 无理的感觉 可以去扳头 白棋小间呢 这个也是很顽强的 还不这么下 如果他跟着搬 那就很 应该是没什么意思了 但是说定 这个时候靠住 这有可能 这黑棋的旗行 就很完整 再 再尖出来 这白棋不妥 像这样 所以说还要尖 白棋 尖的时候 黑棋的很 跳回来很好 如果单纯的 尖了就亏了 你尖的时候 他再搬 你这个棋靠不到 刚才这个地方了 你只能走了这 那么白棋获得先手 那不得了 把这两个吃住 这个是棋筋 所以说黑棋不能走单关 而是要走木 走到脚上 既成了木 同时又破了白棋的眼 这是一举两得的好点 白棋冲团 黑棋再连上 他就已经便宜了 阻击了白棋 进脚 同时自身也做活了 这个时候如果不接 他接到这 那就有点过于财迷 白棋会先出去 将来这个冲断 就变得厉害了 所以说 这个黑棋没有意思 封住还没有意思 不封住 再连回来 那就被白棋出头了 这样黑棋损实力 还不肯 还单单上 白棋吃掉这颗子了 也不是很大 将来黑棋一到虎 这个眼味还是很丰富了 再尖出来 现在黑棋 这两个子杀出来以后了 这个白棋两块 非常的难处理 啊 这个是没有 这个是黑 黑棋不错了 白棋 应该是不太好办了 啊 黑有趣 对 白棋六十哈 这个如果我看看 它不吃住 封住 当然是可以的 刚才说 有同学说 这个封住 封住稍微好一点点 可能比实弹好一点 但是呢 还是不太好 黑棋虎到这儿 你看它可以连班了 这样你看这个白棋 这六颗子全被吃掉 就麻烦了哈 如果白棋这么委屈 求全做活 那身不如此 那肯定 这个也是黑棋优势啊 这个黑棋可以去 比方说这个 走自己的空啊 这个棋 白棋也不好 所以说白棋也没办法 硬着头皮把它吃掉 这还是大 再来作战 啊 这步跳是一步抢手 这步跳出来 要是普通飞出来呢 这个是要点 这要下步要跨了 跨断它了 这白棋没有骑行啊 跳出来是很顽强的 黑棋现在也不会冲断它 退 白棋抢头啊 没办法 因为这个很大 如果 白棋松松垮垮的 退一手 首先这个棋形很松 同时呢 黑棋将来 极有可能一手点入 这个是一个要点 一手它就把你贴死了 啊 这棋 白棋就有可能 眼位全部被夺走 黑棋还趁机捞到一把空 这个白棋吃不消啊 所以说白棋它预想好了的想法 然后呢 把自身做活 直接冲断 没有地方可以采取 运气还要处理做活啊 不可能去冲断这个上边 黑棋下的 非常的这个稳健 白棋 寻求联络啊 寻求资源这个 中央这四颗白棋 黑棋把棋掉 非常厚 像这样呢 实际上白棋 这个右侧有相当的危险啊 现在没有危险啊 黑棋比较厚 黑棋呢 实际上也可以走的速度快一点 挺进中原 这个也是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稳健一点 白棋不会逃跑这个是吧 这个子也太小了 是吧 跑出去无趣 在对黑棋这一类的下 白棋这四个子都滚跑了 这使得太大啊 我觉得 黑棋这么下 更稳健一点 皮掉虽然厚 但是毕竟目不太多啊 白棋这个反点还是挺有趣的 一部起我认为 要便宜黑棋 黑棋 做活啊 做活实际上是暗藏杀鸡 右边这个白棋呢 没有活近实际上是 但是黑白棋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待会我们再讲右边的一些变化 啊 先先放了这 白棋现在这一走 啊 粗粗一看呢 还是非常大 这个黑棋目数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由于右边的白棋没有活近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棋还是不错了 黑棋先振住 白棋来反 走这个 这部棋 有他的想法 如果普通围 首先一个不一定围得住 黑棋有靠 翻 你不好走 是吧 你只打了还藏出去 这个白棋有点不太好收拾的感觉 啊 不太好收拾的感觉 嗯 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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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成这样呢 这个白棋比较难收拾 这是其一 其二 这个黑棋还有可能去杀他 尖 单是妙手 白棋只能挡住 黑棋再搬 再一搬 白棋极不是死棋 极不是死棋 作眼呢 黑棋可以反搬进去 这个棋局部呢不活 但是 要想杀他呢 当然也要废一番手脚啊 这个 也不是说一定能杀得掉的 接上 这个棋就 看不清楚能不能杀得掉 现在也许 还不一定肯定杀得掉 总之这个白棋呢是有危险啊 正因为如此呢 白棋也怕 这叫做马杆打狼两头怕 黑棋也怕吃不着吃吃炸了 白棋呢也怕被杀死了 这个棋也就蒙下了啊 白棋呢 从这个边上过来 一方面是破黑棋成成模样 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深沿白棋上面啊 右边 跳 今天对不起啊 大家同学们 这个 盛老师用的是这个无线上网 所以说效果可能也差一点 还有就今天放 放进来的学生比较多 已经有70多名同学了啊 所以说 大家呢 一个要 要好好听 不要那个像刚才那个 那个同学 老刷屏 耽误大家 所以说被 踢出去了啊 白棋再过来 形成了对破 白棋这个猜耳单 黑棋这个猜耳相当大 啊 白棋呢 这两颗纸 有点天马行空啊 感觉白棋现在呢 还是非常难控制的局面 黑棋是 可以说是一直领先 靠 就是来整形来了 如果 黑棋 单上它就把你扭断 比一打 就形成整形啊 所以说黑棋呢 实际上这个顶段很强 很强硬 白棋 看站不过 要挡住呢 危险性比较大 首先这个段 你肯定站不过它了 是吧 这个棋 这个黑棋完全没有 白棋完全没有把握 啊 白棋总要此一边了 退回来算了 退回来呢 既希望于切断中央 白黑棋这两个 但是这种 难度还是很大的 黑棋反跨段是好棋 如果这个 黑棋这么顶段 感觉有点熟气 感觉有点熟 那么白棋会退到这 白棋的形状不错 啊 但这样形成一个 形成真的的乱战了 战战 那这个黑棋呢 也有点失控 也有没有绝对的把握啊 因为你要出逃这种 他走这 这个好像黑棋还得逃 逃跑了啊 这个就有点看不清楚了 虽然黑棋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这样 这样似乎这个 当然黑棋 我觉得好像怎么下都有道理了 这个 但是实在呢 反跨 因为反 这个天元反跨了 显得更妙一点 只有顶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再如果走这 黑棋再顶 这样是最保险了 这样直接就把这个 白棋给冲垮了 但是这样不就是 一点 一点都不费事了吗 所以说 他跨出去很好 然后再冲 感觉这个白棋的 模样已经垮掉了 对 黑棋把这个白棋 上面四个子吃的 也是可以说是非常 开心的一件事情 啊 把扇上 防止他断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你探头出去呢 有一定危险 他咔嚓一段 所以 你补 他就把这 这边吃住 再形成转换 那黑棋 死了六个子 还是有点惨重的 没有必要 补上 让白棋围上以后呢 可以去再逃跑 他觉得这个 这两个子逃跑 和吃掉 尝尽去破空的是剑合 反班是好奇 啊 反班是好奇 黑棋虽然很容易逃跑了 这个逃跑的招法非常多 很顶 是最容易逃跑的 但是被扣吃一下难受 这黑棋 奇形怪异 啊 奇形怪异 但是逃跑肯定是已经逃跑了 啊 黑棋还不 不这么难受的逃跑 他反班 还要反冲击白棋 这个孔杰非常的强硬啊 这个不是他单纯的逃跑 如果你这么打断 还接上 让你怪怪的接上 他再来装 黑棋就很舒服了 白棋到处都是 都是断点和 和问题 白棋从这个地方打回来 黑棋逃跑 黑棋呢 始终瞄着这个 右边的一串白棋 你刚才已经摆了一下参考 哇 所以 白棋呢 这有可能形成杀气 看不清 他打打一下 你要这么打了 还提掉 虽然 能吃掉 但是呢 对这个 白棋便宜不小 啊 然后再接上 这样 黑棋觉得不满意啊 就对白棋牵手便宜了 所以说 黑棋 要肩回去 肩回去呢 要杀白棋上面 要威胁他的生死 但是黑棋没有痛下杀走 为什么这么客气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就明白了哈 如果这个时候黑棋 像郑老师刚才说的 这个 搬了一搬 再一搬 白棋一提 你去破眼 那么白棋可以逃跑 这时候黑棋杀不了 他 你断 白棋一打 从这一打 就把这个 吃住 所以说杀不掉 啊 这棋 不敢轻易这样 去吃他 算了 把自己连回来 黑棋就放放兴兴了 这个可以睡安稳掉了 让白棋 后手做活 黑棋呢 再来 收出关 就 获得 简明优势 这个 孔杰认为 这样下就可以了 白棋逃跑 他觉得不够了 啊 这个不逃 不拼 就是等此 比方说接站 长一下 那你还得 贴 走 啊 这样子 将来还得卖这个 那很损的 所以说黑棋 这个目数肯定已经够了 啊 你专业洗手 他不用赢太多 稍微比方说 现在黑棋盘面 还贴七目半 啊 既然这个是贴六目半的 我有 我有八九目就足矣了 只要数出这么多就够了 他是点得很清楚了 所以说白棋觉得不好 逃跑 啊 但是这个黑棋 接上这颗子 也大都不得了啊 这个是先手 啊 先手的架子是十好几目 说到这个白棋也是很很为难的啊 现在白棋又拼了 现在飞下来要干嘛呢 他是 要想占前意 威胁黑棋的生死 如果你这个时候黑棋想跑进去了 对不起 他就要来杀你这块棋了 这块棋 搞不好就要请打劫杀 是吧 这个 当然了 黑棋实际上不是那么怕的 黑棋还有这种手段 应该也不太怕 那这个地方还有冲 不用担心 啊 不注意就把黑棋杀死了吧 这个好像有点过分了 实际上是不怕的 但是呢 孔杰为了保险起见 还利益着 啊 这个当然是非常保险的 刚才如果这是活的拐进去不得了 白棋挡都挡不住了 你看一挡 黑棋靠是好棋 然后再顶 把它断掉 白棋藏了黑棋一立 白棋就 就死掉了 就这么简单就死掉了 所以说这个部棋呢 是非常大的啊 但是考虑到这个形式呢 已经优势了 不要冒险啊 去跟这个白棋 这个赌 另一手 另一手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先手味道 因为这个白棋活得不舒服啊 现在白棋 不顾一切的疯狂涛目 弯一手是好棋啊 大家这手棋要学习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遇到类似的形状 啊 一般长形呢 是补到这儿 里面是六木活 但是呢 白棋的棺子就会好一点 实际上这个弯到这儿呢 木数 虽然脚 就自身的木数少一点 但是将来一拐的时候 一路一拐 白棋就挡不住了 能多破白棋 三木棋啊 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再加住 但是这个下把白棋过于强烈了 黑棋有这个扳虎的好手 这个抢的先手要干嘛呢 中央要出他的棋 黑棋一虎 这棋就基本上就结束了 白棋这个是实战打一走 就没法继续下去了 啊 如果我们看看 不这么瞎呢 也是没有办法的 比方说 先回去 黑棋一冲 你一挡 他这一挤 就把白棋给冲断了 啊 所以说白棋这个时候 要不 就要被黑棋给冲破 这一加 黑棋全部把白棋的空给破关了 那白棋这个棋 得不偿失啊 这肯定也没法下下去 所以说 这个 实在呢 也就是仅仅走了一走一走 就头子认步了 这番棋从布局阶段呢 就感觉到白棋特别不 不顺惨 下得过于 粗躁和着急 可能也是第一盘输了啦 呃 这个世界冠军 对这个 双方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 大的一个 一个事情 好像是都没有拿过 呃 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时候了 谁拿世界冠军 谁就能升到 九段啊 当然了 这个 对于丘敬 来说 他已经到了八段 这么多年了 如果能拿下这个冠军 就能直升九段 当然 这个压力是相当大的 所以说 他下手的棋篮也 这个 这番棋可以说是 白棋的脆败啊 下手是非常的 这个 别扭 不过从从实力上来说呢 孔杰 也可以说是 明显高于这个 邱骏啊 总体成绩 也一直比邱骏好 他们是同年龄了 但是孔杰 一直在中国的这个积分榜排名呢 都是名列前茅 基本上都是在 做二 在第二第三左右排排的比较多啊 据说 最近 最近如果要新排名的话 有可能升到第一位 就是 超过古力 因为古力最近这 这一段时间啊 状态特别不好 输了不少棋 特别是也输给了这个 他的最强的竞争对手 孔杰 这样孔杰的等级不能就直线上涨 今天那这两盘期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今天这第二盘期呢 是公开给很多这个学生同学来视听一下 可能这个压力比较大啊 刚才有七十多位同学在在听了 可能也受到一些影响 我们开这个网络教学班呢 也是出事的尝试 开班也不会人多 人招太多 只招十来名学生 所以说这个学生比较少呢 可能这个网络还是不错的 81以后 可以期间的话 才去跳时不时机 我看看81啊 81我看看 这跳动太快了 我有点看不清了 说哪了 今天同学太多了 这个这个屏幕跳动太快 正好是有点看不清楚了 因为像我们班的同学也就十来一位同学 就是比较少 今天有好几视频了 这个一下就跳动太快 我已经看不清楚 好多同学的问题了 那今天可能这盘这个讲解呢 比较特殊一点 可能问题不能一一给大家回答了 也请大家谅解 作为我们班的同学来说呢 有什么问题 这老师都能及时回答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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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